这个男人只是轻轻碰了一下尸体的耳朵 尸体大脑里突然释放出大量气体 紧接着老人的面部开始缓缓打开 里面竟然坐着一个不到五公分的外星人 看里面精致的管线和操纵感 老人的头部应该是这个外星人的驾驶舱 但他此时明显已经奄奄一息 趁着还剩下最后一口气 他警告威尔一定要避免银河系在猎狐座上发生战争 小外星人在说完最后一句话后 很快就无力地垂下了脑袋 但威尔并不能理解外星人的警告 他立即叫来同伴查看尸体 老凯一眼就认出了外星人的身份 他是安卡利人的一位王子 死在地球很可能会导致星际纠纷 意识到严重性的老凯按照国际惯例 用记忆消除器抹掉了验尸员的记忆 他们在回到黑衣人座部后 通过星际定位搜索了整个猎狐座星带 但这里根本不可能存在银河系 这片星带上也只有三颗星球 局长怀疑是威尔听错了 但他们很快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生活在地球的外星人正在四处逃亡 老凯立即让双胞胎掉出四号质子感应卫星 此时一艘安卡利人的太空战舰 已经光速抵达了地球上空 局长立即让两人去王子的钟表殿调查 威尔也在这时拿到了自己的第一件武器 迷你型小蟋蟀棒能枪 此时已经有人抢先一步赶到了钟表殿 男人在进殿后就开始四处打发 不过他对名贵的钟表并没有丝毫兴兴趣 这时外面突然传来一声枪响 嫌疑人此时就在外面 威尔毫不犹豫地拔枪 小蟋蟀竟然变成了轰天炮 等威尔追出去的时候 男人已经开车扬长而去 但跟来的老凯却并不担心 没有飞船他根本离不开地球 现在的当务之急 还是尽快搞青虫族来地球的目的 但局长却告诉了他们一个很不好的消息 安卡利人已经发出了最后通点 交出王子遗落在地球的银河系 否则就用战舰摧毁整个地球 现在唯一能帮他们查明真相的只有这条狗 狗子在被老凯蹂躏后说出了真相 银河系是宇宙次原子能量的来源 一旦被虫族取得就会危及所有文明 老凯在放走狗子后 威尔突然在狗子的老乡好身上 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 银河系就挂在王子的宠物猫脖子上 里面真的有一整个银河系 而这件事还要从两天前说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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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